又到了我們說書的時候啦 哈囉 嗨嗨嗨 歡迎回來每個禮拜的小滴大作 這一次呢看我們穿的這麼大紅大紫 還沒有要講新年的生小意思 這一次我們要講什麼呢? 生小孩 沒錯 生孩子 實慶的事情呢當然要穿的紅紅紫紫 對對對 好那這一次我們的故事主教 會由男生的位置開始出發 我們講的是男生喔 大部分都是女生來問說 哎呀我要什麼時候懷孕啊 婆婆很急啊 媽媽也很急 老公更急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呢講是先生很急 他先生自己很急 因為先生年紀比較大了 然後是不是一直怎麼樣嘗試 都懷不上小孩 對 應該是說先生呢又高又帥 但是體質有一點弱 所以呢呃就是有點虛 那我就跟他講說呢 回去呃 男生喝四污湯 是啊男生也可以喝四污湯啊 他聽到的時候什麼話 對他講說可以嗎 我說當然可以 兩個一起喝 一個吃肉一個喝湯 兩個都喝湯也沒關係 他說那個燉起來肉就不好吃 那就喝湯喔 他就說嗯 他也回去也試著做 後來又過了一個月又找我的時候說 老師我還是沒有成功 那我就說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就綁十三龍珠 十三龍珠 十三龍珠 對我就綁了十三龍珠 十三龍珠是天珠嗎還是 呃各種珠子 用他的八字五行 然後各種珠子 當然第一個珠子是比較特別 嗯 我就說第一個珠子是要對著肚臍 然後呢就這樣排過去綁著 那你們 欸我好像有看到喔 有有 所以你看媽媽常常在邊的時候 對 然後呢他就說 呃蛤 我說對這個你要綁著綁著 然後呃就是愛愛的時候 一定要綁著 然後自然就 綁著行房 對對對綁著行房 他一定行房 怎麼這麼奇怪啊 他說差點笑出來這樣子 結果呢真的 綁在腰上在那邊海來海去 哎呦 對啊然後呢 對啊那老婆也很配合 他老婆也非常愛他 所以很配合 然後呢就 啊很輕鬆一舉的就生出兒子了 哦 對 就會綁了那個龍珠 然後就 綁了十三龍珠 對然後生兒子 因為他父母親年紀非常的大 嗯 然後他自己也是到了這個呃 40歲的關卡 哦42歲的關卡 所以一定要趕快 就是讓 爸爸媽媽做爺爺奶奶 所以我覺得這個呢 讓我是在新加坡最開心的一個案例 最重要是他聽得懂 然後他也配合 也照著做 也照著做 對啊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客人都有 這方面就是關於生寶寶 怎麼樣都生不出來的困擾 嗯嗯 然後也會來求助於我們說 欸他命中到底是不是有帶子 那我大概去年的時候也有接到過一個客人 他也是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他就是 他老公是外國人 然後他們期間也就是有 不小心就是可能 防護措施沒有做好啊 然後寶寶就沒有保住 嗯 然後也是很心急的來問我說 他這輩子到底會不會生孩子 嗯 然後後來最後我們是有跟他講說 他可能需要在每天的 什麼樣的時程 對 去刑房 嗯 就會順利懷伤 那今年的時候他就有來跟我報喜 就來問我說 新生兒許名字的費用是多少錢 對 就是因為他的寶寶已經順利懷了四五個月了 那大概明年啊 還是年底的時候就會出生了 對 真的是非常值得幸福 而且我們這次去新加坡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大馬 我們有一個群組叫大馬快樂班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是在那邊問好早安啊 然後佛法的分享 然後生活的分享 就沒有辦法見面 那我們也拍了很多的相片 這次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群組有三個兒子 對 對 有三個小孩 都是因為我們的相見論元堂 嗯 對 那三個兒子都是 當時就是怎麼樣 菜寶寶寶寶和寶寶 當時怎麼樣都說不好懷 對不好懷 對 當然最後中間也是有 我們有幫他修一些法啦 然後也有就是給他們帶回去一些寶物 嗯 然後也讓他們 找著他們的方位去放 對 最重要呢 都是自然懷孕 有的呢 還是就是去做了人工 然後呢 沒有懷上 沒有懷上 然後他們自然懷孕的 這是一個很歡喜的 那當然在我的案例上面 也有很多就是 他們不想要做人工 想盡辦法要自然懷孕 可是我就跟他講說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做人工 對 我幫你看月份看日期 然後我也會給你寶物 對 然後你要照著放 然後最重要就是你要執行 就是這五大項 一定要執行 然後你就肯定抱著孩子 來跟我講謝謝 嗯 很多小孩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來辦一個論員堂寶寶 寶寶 現在疫情 對啦 當然啦 再過個一年 明年兔年的時候 希望明年的聖誕節 我們可以舉辦一個論員堂寶寶好了 期待期待 論員堂寶寶 對啊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講就是另外一個關於生寶寶的案例好了 對 呃好 我想到一個案例 因為每個故事都在我的腦海裡 都是真實的故事做 啪 我就撈一個 你看很像一個就是慈海 對 我每次只要講關鍵字 我今天想要聽什麼故事 我媽就啪啪啪啪 喔有了 有了 這個小姐呢 她第一次訂婚 然後呢就懷孕了 懷孕了呢 那不小心也流產了 那因為流產呢就退婚了 兩個就爭吵 然後就 因為流產 因為流產的關係 然後呢爭執而退婚 是因為爭執很嚴重 所以就退婚 兩個就取消婚約 就沒有結婚 過了一年她又訂婚 她又訂婚呢 她懷孕了 跟新的人訂婚 對 跟另外一個 一個她的Mr.Right 然後 她很愛的男生訂婚 她覺得這個要護守終身 可是呢 後來她懷孕了 可是她偷偷的去拿掉 她殺了她的小孩 偷偷的去拿掉 她覺得因為第一次有不好的經驗 在還沒結婚就懷孕 好像說 要逼著人家娶她去結婚 所以她就 就是完全沒有思考 就製作主張 就去把小孩拿掉了 結果呢 她一直做噩夢 一直做噩夢 夢到小孩子來找她 她就驚嚇 後來呢她就坦白的 跟這個未來的先生講 這個男生就說 你太狠了 你殺了我的小孩 然後又取消婚約 對 然後她又很快 在大概四個月後呢 她就 又遇到 又找到新的 那最終她就想說 好 後來呢 她就是結婚了 結婚了兩年 一直沒有辦法懷孕 然後她就 找了婦產科 找了各方面公啊 廟 各大權威 各大公廟 各大公廟 然後也想了 弄了很多辦法 什麼接花 種花 人家說種白花生兒子 種紅花生女兒 她就說 什麼花都種了 就是沒有 後來她是經人家介紹的時候 來找我 那我說其實 你還有一個小孩 其實她命裡只有三個小孩 她有一個小孩 你絕對不能再亂七八糟做 她說不會不會 她肯定 不管怎麼樣她懷孕 她就是會生下來 那我也跟她講 我說你要在早上 三點到五點的時候 一定要起來行房 那是你體溫最高 然後最容易受孕 那就是先生呢 就盡量在那段期間就是 不要太熬夜 也不要就是喝酒 維持好精彩 維持好 對對對 然後呢後來 後來她講說真的嗎 就這麼簡單嗎 不用去做人工嗎 因為她想去做人工 那我就說不用去做人工 然後在哪個月份 那你計算好排卵期 然後就早上三點 三點到五點起來行房 結果呢她在我講的八月份 我說你明年一定會帶小孩來給我看 結果呢她把兒子生出來了 帶爸爸來給我看 帶爸爸來給我看 所以這個呢也是 我在我脑袋裡很深的一個印象 就是說 我要奉勸大家就是說 千萬不要殺身 不要殺身 不要因為你覺得 人都是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這樣做 我應該這樣做 都是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因為要結婚是共同的事情嘛 兩個相愛是兩個 愛心下在一起 一起討論 然後呢不要覺得說 啊我因為有上一個不好的經驗 這一次我應該要這樣做 我覺得我應該要這樣做 其實是錯的 我們人會失敗 會痛苦都是這樣 我覺得我覺得 可是可是 我覺得 對 那應該講說您覺得怎麼樣 您覺得好不好 所以呢一起討論會比較好 那還好他沒有把第三個小孩給殺了 不然他這一輩子怎麼樣 就算做人工的也不可能有小朋友 對 其實有很多案例就是 命中沒有子 長求來的 那真的不會久啦 對 也不太好 也是有 這種案例 下次我們再來分享 不錯 好啦那今天這集的故事 就先講到這裡了 如果你也有我們剛剛講的 關於生寶寶的問題的話呢 底下有我們的聯繫方式 或者是你需要現場補掛 線上補掛 心理學風水命理 結婚即刻 任何需求的話呢 底下聯繫我們 那這集就先講到這裡啦 OK 掰掰 如果妳喜歡我的頻道 小題大作 提醒妳一下 提點迷津 提升心呢 還有今天拜託的話 趕快幫我訂閱 點贊加分享 掰掰